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品黄咖啡的总经理 是 洪人正洪总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洪总你好 你好 洪总想先请你分享一下 当初怎么会想要创业 起经动念是什么呢 起经动念是我父亲他想要做这个咖啡事业 就是说他想要做长久的事业 想要做长久事业 对长久事业 所以他那时候就看到三十几年后的市场 真的 爸爸那时候那么有缘件 对对对对 那他是做什么起价的 他是做水果批发 水果批发 他批发给西餐厅餐饮业 所以我们才会认识巴黛事务 引荐我们去投资咖啡事业 是这样子起来的 谁介绍到咖啡这个产业就对了 对是 那这样子坦白讲 三十年前应该还蛮多人对咖啡不了解 对那时候做咖啡还蛮辛苦的 因为你还要煮给他试喝 对那时候台湾人喝咖啡对他们来说怕 怕酸 怕酸 对对对对 他们不怕苦 他怕酸 是喔 对所以那时候你烘焙的不能太浅 你太浅接受度不高 就会有那个酸味出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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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宝宝那时候刚开始应该蛮辛苦的 对那时候他还要先 你先喝給客人看 啊 自己喝給客人看 自己喝給客人看 真的 對 客人才會 才放心嗎 才會去喝 對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喝咖啡的風氣沒有那麼 對啊 30年前耶 我覺得 對 不像現在有很 反處都是咖啡 對 現在反而咖啡商機很大 去邊山店也有什麼都有 對 什麼地方都喝得到 對啊 以前都沒有 以前都是很少很少 是是是 對 所以爸爸創立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應該也蠻辛苦的 對 那時候過程也是蠻辛苦的 那洪總你自己這樣接手 爸爸的事業之後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那時候我們困難就是 我遇到的是輔導加盟 來告你 啊 真的 其實是你違約 他違約 他後來就二人先告狀 真的啊 對 後來我們就是第一次上法庭 對 去上法庭 去上法庭 對上法庭 後來就法官 就 跟我們講說 希望我們和平的把它解決掉 對 真的啊 對 我們就把它和平的解決掉 對 對 所以這等於算是一個印象比較深刻 深刻 對 那時候還很年輕嘛 那時候才三十出頭而已 對啊 對 後來就 就受到這種的那個 第一次的那個 困難跟挫折嘛 對 因為你好心輔導人家 卡加盟 又被人家告 對啊 對 再第二次挫折就是我們遇到那個 觀光工廠的那個農地的事件 對 對 後來就經過了一段的那個 行政訴訟 嗯 我們還好我們有買到一塊工業地 對 是 工業地就舊了 舊的這個農地 對 我們農地也被納管了 就可以變合法的 方式去申請 對 所以你們現在等於是有 算是有兩間 兩間的觀光工廠 現在是新的在 新的在水上這邊 在水上這邊 已經開幕兩個多月了 對 再歡迎大家來參觀這樣 是 那舊的現在目前就是現在整修 要整修 所以 等於也算是 危機就是轉機啦 危機就是轉機啦 這是我們第一 就人生兩次的那個 挫折跟困難 對 對 但是其實 換個心態想 其實欸 有時候也不見得是壞事 對 反而是好事 是 讓你們去買到第二間的觀光工廠的那個地 對 又擺更大 6000坪 喔 是 那原來那個農地多大 才差不多5000處而已 喔 對 大了快1000坪 對 那更大 對 是 那洪總你可以分享一下 那你們品黃他的一個基因理念還有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我們基因理念是用優質的原料 幫客戶 代工 就專業的加工 專業加工 第二個專業加工 喔 再就是我們熱誠的服務 客戶 對 用我們的最親切的那個方式 熱情方式去接觸客戶 對 教導客戶 對 我們是以這種心態去做 所以我們的經營裡面就是優質的原料 專業加工 熱誠服務 這三大經營裡面 喔 對 所以原料用到最好的 對對對 啊我們核心的價值就是我們用的都是百分之百原味的食材 嗯 完全沒有任何的香精香料在裡面 喔 對 所以你的意思說你們比較不會去生產那種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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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草的 香草咖啡啊 有其他那種香料的 蒸果咖啡啊 這種的香料的咖啡啊 啊 對 那如果說人家代工希望你們幫他代工是那種 比如說有加味道的 有加味道的 我們都會跟人家說 因為 對我們來講是很繁瑣的 因為我們每次要再加一次要再洗一次 鍋爐 要先洗過一次 所以我們都會把這個加工香料這一塊 我們都會把它玩拘掉 對 所以基本上等於說你們就不做香料這一塊 對 不做香精香料的加工這一塊 對 就是你們的原料是用最好的 然後你們加工也是都是真正的食材 食材 不用沒有添加化學就對了 沒有化學 因為香料就是化學的嘛 對 對因為現在加工食品很多啊 對啊 對啊 香料的加工食品很多 很多 其實我們 我們就是 敢吃的 我們才會做給客戶 喝 或吃 自己敢喝才敢做給別的啊 就像我們自己要開發 周邊的休閒食品 方塊書 我們是要試過 我們才會開發 對 所以你們現在有嗎 我們有啊 你們也有 所以品黃不是走過咖啡而已 對我們是因為光工廠的關係 才有 周邊的休閒食品出來 對 所以有方塊書就對了 對方塊書 對 那除了方塊書還有其他的嗎 方塊書還有像一些 那個 那什麼糖 咖啡糖 喔 你們沒有做糖果 咖啡糖 還有那個 咖啡醬油 蛤 咖啡可以做醬油 對我們也有做醬油 對 就是請人家代工的啦 對 我們都是 我們自己都是 試過 我們才有去做這一塊 就是你們自己也敢吃 你們才敢推出 對對對 那洪總你們可以分享 像那坦白講 真的就像講台灣做咖啡太多了 尤其現在很競爭 是 那你覺得你們品黃咖啡 跟其他咖啡 不一樣的特色在哪裡呢 不一樣的特色就是我們 跟人家不一樣就是我們 可以幫人家 就是說客製化 喔你們可以客製化 對客製化的那個咖啡 或我們的咖啡就是百分百 都是原本的材料去製作 對 我們還可以幫客戶說 你要用什麼樣的口味 可以去做你的產品 代工 我們都會幫你做得好 出來出來 這樣 對 我們是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的公司 比跟人家比較有彈性 對 比較有彈性 可以客製化這樣子 對客製化這個彈性 對 對我們從 最小的就是早餐店家 喔 早餐店家 對最小的客戶就是早餐店家 是 對 最大客戶就是連鎖店 對 我們都有幫人家去做這一塊 還有一些特殊的通路 還有一個通路應該沒有聽過 叫祭品通路 就是拜拜的通路 祭品通路 真的嗎 有這個通路 沒有做這一塊 真的 對 所以我們那個咖啡啊 還有我們的產品 都很多元化 對 所以我們跟別人不一樣的是 我們不是只有純粹做咖啡 我們還有做其他的食品 就是休閒食品這一塊 是 而且我看到你們有奶茶 有 我們有那個就是這種 黑豆絲菇奶茶 黑豆絲菇奶茶 對黑豆絲菇奶茶 是 這都是百分之百的食材 所以都沒有加什麼香料 沒有任何香料 對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個 就是因為有一些 比較中年的 太坦 或是一些老年人 他們喜歡健康 所以他們就請我們做這種產品出來 喔 是 所以是那個黑豆跟那個絲菇 絲菇 對 做成奶茶 對 這個真的比較沒聽過 對對對 因為我們早期有做黑豆茶 喔 黑豆茶 賣得很好 對賣得很好 是 後來就我們就想說 把它加在那個奶茶身上 是不是會更好 對 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等於說創意很多 做很多的研發 對對對 是 是 那那個 紅總 那你們未來對品牌咖啡 雖然說他現在品牌已經滿久的時間 那有沒有一個其他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規劃跟想法 我們希望我們的新的大龍場 是做一個國際食品廠 可以把它開發到北美市場 或是日本韓國或是東南亞市場 對 對 我們也希望說把我們的Local品牌做到國際品牌的模式 對 對 因為有那麼好的產品 我們是要介紹給大家 對 知道 對 阿在就是說 開發加盟 就是讓人家做我們的裝賣店 的模式 對 喔 所以你們大龍那個公共行就是未來想要走國際食品廠 國際的品牌 對 國際食品廠 對 那 坦白講 因為紅總其實現在台灣的很多年輕人也都很想要創業 對 也都很希望 很很很 對這一塊也是滿熱衷 那如果說真的他有一個熱忱想要創業的話 阿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呢 我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你要 以你的興趣 還有你的 就是說以賺錢為目的 去創這個事業 這樣你才會堅持下去 對 因為要有三分鐘的熱度 就是說 有時候做一個事業 開一家店 不到半年 就頂爛了 對 你就是要 不知道你本身對這個行業有沒有興趣 再說 你要 以賺錢為目的 去做 用心的去做 是 這樣你才會百分百的去投入 不要以玩的心態去做事業 這樣是不長久的 對 以玩的心態不要說做事業 做其他事情也都不會成功 真的 真的 阿 我是希望說堅持下去 你才有未來 對 其實創業就是 你要先清楚自己要什麼 先搞清楚自己的熱情在哪裡 對 你要你有興趣有熱情 但是你要也要堅持 要不然你很容易遇到一點小小挫折 小小困難你就想要放棄 是 如果一放棄可能就沒有現在的品荒 對 對 你遇到挫折你就 沒有信心了 是 對 你就會 慢慢萎縮 對 慢慢退縮 我們不會 我們就是要堅持下去 對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你都是要去排除 哈哈哈哈 對 這個才是真正創業者的精神 對 真的 你會發現創業成功的 你就是都不怕困難 就反正就是碰到問題 沒關係 對 排除之後就繼續下去就對了 不要管他 是 我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對 今天真的很高興邀請到品荒咖啡的總經理 紅人鎮紅總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紅總的分享 謝謝 謝謝